厂家在销售汽车的时候 虽然在车的外观以及三大件的一些数据上使得车辆开上去具有极高性价比 但是厂商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 往往会进行一些偷工减料 厂家那些丧心病狂的减配 这些东西没有连车的基本安全都保证不了 买车的时候看好 这些东西减配了车子白送都不要 作为最不起眼的配置之一的加强金 如果不将汽车的顶棚与门碗拆卸下来 就算汽车被你开到报废处你可能都不会注意 但是一旦汽车遭遇猛烈撞击发生自然或者是发生侧翻 一个好的加强金绝对会在关键时刻起到重要作用 蓄电池的减配一般是选择廉价的电池或者是降低电池容量 由于蓄电池属于消耗品 所以很多车主并不会过多的在意 要是出现问题自行更换一个就好 所以蓄电池的品质下降对汽车公司本身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隐蔽到几乎无形的发动机护板也是被减配的热门部件之一 它的功能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脱敌造成的发动机及变速箱的损伤 虽然有些厂家将这种行为解释为利于发动机的散热 可实际上品质优秀的发动机护板都有着极为科学的出风口设计 能帮助发动机及时散热 对于防装粮进行减配也是许多车企惯用的手段 主要原因是因为防装粮的位置比较隐秘 但是防装粮可以阻止汽车在经历小的碰撞之后发生变形的装置 这些安全设施不仅是对减少汽车受到伤害的保障 还是对自己生命安全的保障 在这些配件上做文章的厂商 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